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记录片引发了后续讨论 然后就说要硬起来来全面检视国土安全的问题 可是政府短视的政策能够解决得了国土问题吗 在今天一起来关心 引进鼠预计下个星期要完成清静灾害 潜视图以及民宿位置的靠谍 现在却传出中央跟地方对于危险的认知是差别很大 清静民宿到底几家是合法的 内政部跟观光局的说法也并不一致 国土安全在台湾到底能够有几套标准呢 行政院拟定国土保育方案 第一波检视山地的超限力问题 锁定了包含清静 黎山 卢山以及阳明山 而根据了监察院的报告 在阳明山74座的寺庙当中 违建高达了69建 是吃定了政府不会侵犯宗教自由 不敢拆除寺庙吗 在40多年前 荣明奉命上黎山去生产报国 从田市 水梨到茶叶 擦亮了黎山的招牌 怎么现在他们成了 仍然喊打的山林杀手呢 现在的林务局喊出了 不造林做管地 委屈了这一生爱国的荣明们 是短视政策的错吗 首先为您介绍 今天来到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为大家介绍 台大地质系的教授 陈文山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文童大家好 好 第二位为您介绍 政大地质系的教授 徐世龙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三位为您介绍 是新北市土木济师 工会理事长于烈 理事长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就要带您来持续 关注这些国土安全的问题 就在看见台湾 所引发的后续效应之下 现在政府的霹雳手腕 第一波要来重视的 就是山坡地的超限开发 那么锁定的包含了 有清晋 有庐山 有黎山 还有阳明山 当然清晋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那么南投县政府 现在打算透过了都市计划 让这些违法的民宿 可以就地合法 内政部则说 李鸿源已经是要求营建署 在两个星期之内 完成这灾害潜视图的套叠 最起码把哪些地方是危险的 哪些地方是安全的 先能够把它划定出来 再以此做一个都更的依据 因为看见台湾 让全台湾看见清静 一大堆民宿问题 天翔景观民宿 木造楼梯 窃占国土 被判刑三个月 但未来可能就地合法 天心度假山庄 铁皮乌汉 停车场为鉴 判刑六个月 不过该在陡峭的山坡上 有没有超过法定三十度 如果超过就要拆 怎么样的就地合法 从Google地图看 起起伏伏的清静山区 民宿密集度惊人 这些地都是农地 未来透过都市计划 会划分成住宅区 商业区和旅馆区 鉴壁率从10%提高到60% 也就是原本100坪能盖10坪 变成可以盖60坪 这么一来 现有民宿70%都能够合法经营 另外30% 我们发现 有的在这个坡度 超过这个30%以上 那这个就不可能给它合法 中央雷厉风行 内政部长李鸿源 要求营建署 两周内根据灾害浅事地图 将清静哪些地方危险 哪些地方安全 划分出来作为都更依据 民宿业者也希望 政府赶快告诉他们 要怎么做 山底下的任何一个灾难 也不是因为清静 有了民宿造成的 我想这个都可以用科学的方法 去做研究调查 没错 的确是要做调查 南投地检署 目前侦办 主要是针对确占国土 第一波千分74案 有12家业者被起诉了 七家判刑确定 包括夏都梦幻 纯静景观 天心度假 玉灰庄 还有一墨蒲园 和清静天翔 最新一波再签51案 解决违章之后 一都市计划 辅导清静民宿 从高密度走向低密度 未来的清静 不会再有几百公尺 就一家民宿的清静 看见台湾之后的后续效应 现在全面的要来进行 国土保育的相关检讨 第一波锁定的焦点 在山地的超线开发部分 清静农场 当然是重点当中的重点 我们看到了现在 这个内政部呢 预计下个星期 营建署就会完成 这灾害浅试图 跟民宿业者的位置的 相关的套叠作业 但是内政部说 是担心业者反弹 所以并不会对外来公布名单 最近大家讨论很多 骂声也不断 觉得怎么不站在 游客跟民众的安全 来去做考量呢 不过进一步的还要来问 奇怪了 明明应该是同样一份的 灾害浅试图 可是南投县 根据了这份灾害浅试图 他却说 只有四分之一是在危险区 但中央说是六成 是在危险区 首先叫秦陈老师 让我们了解了 同样的一份灾害浅试图 为什么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的认知 可以差距到这么大 像地方政府 他的说法就是说 我今天不能够因为 一个水沟淹水 我就认定说 整个里都是淹水区 他的说法是这样子 可是有的时候 你在那国土保育的 观点去看 会不会觉得地方部官 是炸打迷糊张 我想这个 的确他的资料来源 都是来自于 经济部中央地级调查所 他所调查的 例如山坡地里面的 这种灾害 分了四大类 陈老师区区或是沿泻崩塌 或者类似孙向坡 土石流这种区域 好 然后现在政府跟内政部 他其实都是来自这个资料 去那个 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前几年 拔拔崩塌之后 整个中部到中央部区域 又山坡上面又有很多大的崩塌地 尤其日本也是很大的崩塌地 所以那种后来我们慢慢重视 山区里面可能有一些 大型的崩塌地 是很危险的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又 经济部中央地级调查所 又做一个大型 大规模崩塌地的一个调查 清晋这里面已经调查完成了 所以内政部又把这份资料 加进来 南投县政府基本上是没有这个资料的 所以比例上会有这个差别 差在大规模崩塌地区的分布图 分布图 而且你要知道 大规模崩塌地来讲 是一个极危险区 光是听这几个用字就觉得很害怕 对它是一个区 所以我想县政府官员有说 这个好像是不能那个科技 我想很多的调查结果上来讲 他并不会保证说你100% 我认为你高危险 极度危险区的地方一定会崩塌 明天会不会 但是问题 它总是一个高危险的 因为它是风险高的 所以我要制定法律说 看能不能这个地方 不允许你盖或怎么样 就像说我们刚才讲的 你坡度超过30%以上 我就不让你盖建物了 那你说坡度30度以上 40度以上 也很多房子盖在上面不会倒 也是有 但是问题是那个环境下 是一个比较危险的区域 所以政府唯一用这种法令 去规范你或怎么样 去规范你说这个地方不允许你盖 所以这小型薛老师带我们来看到 地方官员他的这种心态 就是择轻舍重 就在大打迷糊状的感觉吗 是啊 给我有相同的一个观点 其实我在那部电影里面 看见台湾里面 我们看那个阿里山那边 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去看日出 在筑山的另外一边 那是还碰塌得非常的严重 另外在也是阿里山 你如果常去阿里山 在救国团的山庄那一边 其实本来有个火车站 好像叫万斗坪吧 好像现在也几乎全已经噴光了 那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 那地方官员长起来 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的 但是地方官员长起来不执法 其实我们法早就有了 我们长起来你看各县市 因为我们法规的规定 根据区域计划法 他是把这个执法的权利 付给地方政府 但是地方政府基于政治上的一个考量 所以长起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样的他把地方政府 如果有边预算的话 送到地方议会去 议会往往把这些钱把它删光 所以让你政府没有办法来执法 我们不知道这是议会单纯的想法 还是地方政府本来就有这样子 大家有一个默契 所以面对这种环境高敏感的地带 面对环境脆弱的一个地带 其实在美国 他们现在采取的办法 是由州政府来统一来管理 我们把它放给地方政府 我们都市计划法 还有区域计划 非都市土地使用的管制 有地方政府负担这个权责 我们看到各个县市都有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真的要慎重的考量 是不是对于像 这比较环境脆弱的地方 敏感的一个地方 还有像海边 这个他的一个权责单位 是不是要回归到中央政府 否则每年中央政府他都会呼吁 我们中央政府内政部每年都会呼吁 各县市你们要特别注意 在你们辖区有多少违规违规违规 他每年都会呼吁市 但呼吁 呼吁也 呼吁没有实质 没有实质的一个效果 所以地方政府他根本 就政治选票上的一个考量 他没有去执行 而且地方政府是根据 你权力的大小来做回应 像清静面积这么大 民宿业的这么多 他们应该在选票上 在县府的财政上 应该也有一些益柱 所以你要下走就block 但你看反观你看苗栗大谱 他也是一样把它变成一个都市计划区 农业区变成都市计划区 上面那个是山坡地保育区 他把它变成都市计划区 其实感觉起来非常的荒谬 但在苗栗大谱 他也是把它变成都市计划区 你看地方政府 刘正宏就非常的严格 一定要给我严格的执行 我有霸道 这种霸道到南投县政府 没有了 温柔 非常的善待这些民宿业者 我们政府不应该有这样的两套的标准 尤其这个是限制到社会的公平性 我们有一个法规规定 行政命令规定 农业区或者保育区 变成都市计划区 余率采取区断征收 余率几乎你要捐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土地 给政府 清静我们听不到这种声音 好像全部都要给他 南投县政府还说 干嘛要拆呢 只要你把法改一改 现在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问题好像不是出在清静 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我们脑袋要改 问题出在我们的法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合理的现象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一方面 其实除了社会公平性的问题之外 你现在面临的国土保育的问题 是面临到天然灾害 有可能实际会发生的 没有错 那是攸关人民的 必须要高度的来关注 那么就讲清静好了 清静其实现在12月了嘛 每年到了12月31号 其实清静都会办一个跨年的活动 从民国96年到现在办了8年了 那么在今年 现在这个气氛之下 到底要不要办 大家就特别来关心 目前了解是 他们还是决定要办 而且呢很多游客 早早就订了12月31号的房 好像也没有出现 什么样退房的迹象 那么就业者来说 业者说如果我今天不办的话 不就坐实了清静很危险 这样的指控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下面的影片 红色灯笼高高挂 还搭起了2014的字样 浓浓的跨年氛围 在南投清静农场就能感受得到 不止如此 到处都有椰蛋树 椰蛋老公公的装饰 还用了大片的圣诞红 打造广场 在2000公尺高的清静